各位先生好 今天是我Kenny Layman和大家讲讲4月8日的赛后重点 今天的报告是水蛇春那么长 还要等到今早才有 昨晚等整晚都没有 当然多事发生 先讲第一场 南海策略一起步 已经是四提制立 站在立地成佛 因而失地甚多 什么事集合格 才可以再次出赛 那天最能力 出习都是有些笨拙的 那天最醒神 在外档出习 就继续去马群后面 找些地方躲 起步没多久 容天鹏千金一落 要收慢避开何良哥哥的 共创欢乐之際 失去平衡 当时共创欢乐向外邪跑 跑到千三位处 一段屠程 共创欢乐 就不断难以稳定走势 再要立避 智力仔的后提之際 再要昂迷手 跑到800位处 再次抢口 共创欢乐收慢 避开智力仔的后提 接近450位处 赤火神龙在南海策略外面 紧迫劲跑 当时南海策略 推进到千金一落的外面 不断推下去 到150位处的时候 余木春风向内移 避开千金一落的后提 当时千金一落 就要移到神奇大帝的里面 将头再转到旁边 及进一步向内面 斜跑 韦达哥哥 最近都经常说韦达哥哥的马 白露盛世 沿途没有遮挡下 走外叠 因而包美 大败而回 秀医检查白露盛世 气管里面有很多谈 小组认为 表现难以接受 又是事集合格 才可以再次出赛 难以接受 又是出赛 小组认为第六名 跑第六名 骑士 蔡明少哥哥 在末段的骑法 并不影响 那只马的最佳名次 但无论如何 怎样都好 都要提醒他 只要情况许可 他有责任至少 有手足 并用摧拆到终点 即是你都见到言下 没有摧拆到终点 但是呢 只是温馨的提醒 蔡明少哥哥 这场跑第一 那只 估都估不到的 预风超影 一放到底 好像无敌神区 就赢了马回来 跑第二 也是常常跑第二 大众劲区 初次增情 跑第三 共创呼 不知何良是否 一定是想留下这只马 留到厚马 马头 两场都是这样 至于那只火八盒 曼晴上来 都熬过第四 至于余木春风 上来四班 都可以跑到第五 至于没有手足并用摧拆到 到底座騎最醒神 只能跑到第六 到第二 第二 第二 埃凡达出闸 就笨拙 向外 就邪跑 一声 就撞到赢马 那只全心全意的后面 搞到全心全意 还要失去平衡 都要赢马 跑到一段途城之后 埃凡达 波剑士 就在全心全意 和阳明秋秋之间 受感的之際 还要失去地 当时那只全心全意 失去平衡之后 再向内跑 而阳明秋秋 就被拖板精英 就带了去外跑 在这件案子 波剑士的左脚 就直接脱出了 脚踏 埃凡达 脱脚踏 跑到千六米柱 才可以重新奪回 首次去到终点柱 叶楚韩哥哥 十分有诚意的拖板精英 收慢被开全心全意的后提 当时全心全意 就在活力勇士外面 又要受到擠逼之后 再要收慢 活力勇士就向外面斜跑 全心全意被掃料起 就带了去里面跑 当时掃料起 被人吹拆的时候 就闪了去内闪 尽管小组接纳 这个掃料起 当时是内闪 以及难以稳定走势 小组就是 你无论如何 都要告诫一下王俊 他要用更大的努力协助 当时在他内闪的骑士 即是你要努力一点 不要让他内闪 为什么 你要帮一下里面那位骑士 是的 小组因而严厉谴责他 你无论如何 都好 都是要演责一下你 再告诫一下你 在类似的情况之下 是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阻止坐骑 是邪跑 去到1500米柱的时候 霍利时霍老爷 那只快闪的 就在太闪的太益善 和活力勇士各能之间 受到击逼之制 是再要收慢的 当时活力勇士就向里面 邪跑 其后就向外移出 即是有楼去里面 接着过了个龙门 再扭出来外面 以舒缓呢 就对快闪的的紧逼 小组就严厉谴责各能 这里是马场 不是球场 为什么你扭来扭去呢 告诫他在类似的情况之下 是需要确保 给里面的马匹有足够的空间 竞跑 快闪的就要收慢 跟随其后的新界之星 亦都要收慢 那只马马匹的后体 跑到600米柱转弯 那只触金王 就和太益善 紧逼竞跑 去到400米柱的时候 新界之星又收慢 刚才又收慢 现在又收慢 避开快闪的后体 当时快闪的 被趟那只拖板精英 稍微带了去里面 跑到50米柱的时候 放眼亮走去斜跑 一下子就撞了下去 沈乘成太益善的后驱 又搞后面 太益善失去了平衡 买了他还心理不平衡 去到终点的时候 太益善向外移出 再避开全心全意的后体 拖板精英 沿途没有遮挡之下 走外叠 直路上就不停在那里 吞吞吞吞吞吞吞 被人查询黄俊 这个数料起 黄俊哥哥说 你查询我 我当然要表示一下 大师傅都是这样 要表示 黄俊就这样说 因为我在大外档出集 然后就需要在一段屠城市之下 就要把数料起 放在前列的位置 他就说 到过了千四米树之后 他才可以带来 全心全意的另头 他又再说 由于他需要消耗了坐骑一定的气力 以带来全心全意 若然如果不是这样 他就不用消耗气力 跑马就一定是消耗气力 以及坐骑跑了一段屠城 才取得领先 但是他又注意不到 数料起 已经明显领先其后的全心全意 我已经是领先 但是我都不知道 对方都完全看不到 我那条尾胎和尾灯 他就说 最后他对赛事的断速 是感到差异的 即是 原来这么快 哎呀好差异 跟着过了千二米树之后的步速 因为虽然他没有留意到 数料起 已经带来了的距离 即是我根本都没有带把尺 上去骑马 但是他感觉到坐骑 在领放之下是走势畅顺 这样说 小组告戒建设骑师王进 他在香港和海外 已经骑了相当数量的赛事 你没有留意到赛事的步速这么快 以及数料起 已经带来了全心全意的距离 已经引起了小组又关心又关注 即是很温馨地关注 那么小组亦都很温馨地去告戒一下他 身为一位出赛经验丰富的建设骑师 他应该去注意到自己所剃造出来的步速 因此小组就温馨谴责一下他 就温馨告戒一下他 必须要确保他的坐骑 即是数料起 令到你那只马在相关赛事的形势之下 能够在末段 转其所能地去冲刺 你放得这么快 又没有留意放来对方多少个车位 更加你的心好像没有数到秒 回到来还说是多差异 那么小组就温馨关注一下你 以及告戒一下你 你是尤为有丰富经验的建设骑师 应该要留一些力 在末段转其所能地去冲刺 售衣布局的新界之星 左边又有个小伤口 这一场马 这一只赢了马的 就是串心串意 出集被人撞完 之后都可以赢到马 那只快闪的亦都沿途意外多多 大家都听到 在内栏上摄上来一条颈 又是红 快闪的就是这样 就起不了个孖寶 那只活力勇士 就好像扭人墙 扭左扭右 跑得过第三回来 那只捉金王 就交回桥四连环 至于那只泰益线 也有少少意外 又跑过第五 到第三场 赢了马的桃花王 起步就已经向外邪跑 又撞到那只特区联盟 那里 第一撞第二 特区联盟跟着就向内邪跑 再撞到那只喜右营 那战斗英雄 方仔那只 就乘来繁粗不安 出集就笨拙地说 马公臣和仁和嘉盛 就一出集就在外档 就咳去入面 去到一千米柱的时候 仁和嘉盛就向外移出 要避开伟达的天天向上的后提 因为当时天天向上 就要收满 就避开战斗英雄的后提 你避拒 他避拒 就搞到仁和嘉盛 就要向外移出 接近到九百米柱的时候 马公臣就被仁和嘉盛碰到之后 就失去了平衡 各位都是不太平衡 当时仁和嘉盛 就向内邪跑 仁和嘉盛 其后就跟着再抢口 去到八百米柱的时候 急速向外邪跑 再要避开天天向上的后提 马公臣转直路弯的时候 和直路的组段 直到受困而未能忘空 去到三百米柱的时候 就要向内移入 再要避开战斗英雄的后提 马公臣向内邪跑的时候 豈有形受到妨碍 去到一百米柱 紧张关头的时候 林冲刺 马公臣就在金碧辉煌 和常胜心之際 是无路可上 就移到金碧辉煌的里面 当时常胜心 将头转去 不是 常胜心转弱之際 向内邪跑 大罪会沿途 在武者党之下都走外跌 被人查询涉恩哥哥 关于天天向上 涉恩就是这样说 上次的时候 我收到的命令 是上次 是应该尽可能 被天天向上 占取领放马之后的位置 但是他在外档出门之后 就被坐骑 占取前列的位置 上次 他就说 天天向上 就过了千一米柱之后 第一次转弯的时候 走了外跌 是上次 他就摧拆坐骑 上前占取接近领放马的位置 搞到上次的坐骑 就在末段的时候转弱 他就说了 现在是说今晚了 天天向上 就排了在商约档位出门 大家差不多的档位 就处理手法不同 他接到指示 委答给我的指示 都是尝试占取领放马之后 有遮挡的位置 以看看天天向上 在末段的冲刺力 够不够上次那么强劲 赛恩再说 他说天天向上 出门 只不过是一般 出门之后 就摆在向外邪跑的大序会的后题 外面 是处于困境 赛恩再说 他说由于有几只马牌 在我里面 是否应该不应该有马在你里面 他就是认为 若果这只马 被天天向上 给坐骑上前 即是里面有马在 我就比我快 如果我给他上前 会令到天天向上 在没有遮挡之下 去了外谍 他就选择 有得选择 选择收慢天天向上 将他在马群之后 撤进去 取得遮挡 他又再说 天天向上 在早段和中段沿途走势都是畅顺的 去到直路湾的时候 就移到大序会的外面 末段充斥令人满意 即是赛恩说 我满意 小组满不满意 小组没说满不满意 说完 听完 就算了 又被人查详 郭伦哥哥的常姓心 一场马就两只被查详 喜妈宝 整条Q回来就好了 常姓心令人失望的表现 郭伦表示 他在早段根本就不用消耗那么多气力之下 已经摆在前面 他说 向内移入 摆在了领方马的外面 常姓心在中段走势是令人满意的 跟赛恩不同 赛恩就不满意 他就满意了 但是在400米柱的时候受到吹拆 郭伦再搭多两票 他说 上姓心在吹拆之下 在直路弯的时候 走势很笨拙 在直路组断的时候 还要不断去那只马之后 在吹到200米柱之后 就开始 就已经呈现疲态 这样说 最后200米柱就呈现疲态 在末段更加是显著转弱 不是转弱 而是显著转弱 那么他就继续说 他说 由依常姓心以往 游我骑的时候 跑同场 同情的赛事 那么 当在没有带有这个 即是没有带有的配备 之下 就交到良好的表现 即是賴配备 那么他就向马主跑完之后 就向马主建议 即是跑之前 没有建议 跑完之后建议 可以在日后之后的赛事 将常姓心 除了这个开逢的眼罩 上今场是刚刚初戴这个开逢的 那兽衣立即检查常姓心 就是没有明显异常之处 那赛后莫雷拉就跟小组有些东西报告 特区联盟 没断动作感觉欠信 就是又是某40 那么立即检查 那些是特区联盟 但是没有明显异常之处 那跑第一 赢马回来的那一只 就是在外面 这样空地追过来的 桃花王 那蔡明少哥哥 就赢了马 那跑第二 就被他剃了那一只特区联盟 一出阶 就两只撞在一起 第一就撞第二 那一只 那回到第一 那一只就是第一 那一只就是第二 那摄着一条内栏的大运舞台 就跑第三 至于圆途没有遮挡之下 走外叠的大聚会 就跑过第四 输过几马位 那 曾经相过一段时间再出回来的 战斗英雄 就跑过第五 涉恩哥哥 天天精彩 我上次是这样跑的 那看看今次会不会好充 那冲我第六 输多少 都是输两个马位 水蛇春 那么长 那第四 木火同名 集内 凡草不安 一对前脚就并举 出雜纸 不过是一般一般 那只星際精英 和那只美妙星 在约出的时候 就在那只 过关飞 这些很恐怖的 那只熊忠列马 和牛精大哥之间 严重受到击逼 这只美妙星 那当时熊忠列马 就向内斜跑 而牛精大哥又向外斜跑 那星際精英和美妙星 都相相失地 那一转马房 韦达十三少股 那一副六 就在大外 葬出门之后 就已经是收马 在马群之后 切入 是占去里面的位置 一摄就摄了进去 那进入直路的时候 那天首飾转旗 靠近善传千里的后提 曾经处于困境 那跑到七八 75米 75米 即是很紧要关头 美妙星呢 就在木火同名的后提里面 就处于困境 那当时木火同名 稍微向内斜跑 那去到终点的时候 美妙星呢 就在首飾传旗 和木火同名之间 是受到击逼的时候 就收慢 那又击逼又收慢 那当时木火同名呢 就在吹策之下呢 就向里面斜跑 那小组严厉谴责 这只 蔡明啸哥哥 并告诫他呢 在类似情况之下呢 他应该全力保持坐骑呢 就直线竞跑 那麽 蔡明啸的木火同名 要他走直线 那麽是不是喝醉 那麽 那麽平山新星 在末段呢 就在那只 愚真愚假里面 是紧逼竞跑的 那麽当时 愚真愚假呢 就吹策之下 就走了去内闪啦 因而根本 就没有被力刹 去到终点啦 那麽善传千里 沿途 沿途在外叠竞跑 没遮挡 小组向梁家俊查询 有关银河飞马的跑法 影真大件事啦 唉呀 這隻人不知怎麽騎的 尤其在最后600米的騎法 那麽梁家俊表示 他獲得的指示 盡可能放坐騎在中間的位置 但是又不要吹策那隻馬 以其讓這隻銀河飞馬 在末段呢 可以展現他強勁的衝刺力 那麽他又說 馬主和廉馬斯 都不想銀河飞馬 在早段受吹策 那麽 以避免坐騎搶口呢 和在末段 不可以以更小去衝刺 那麽梁家俊當然要再解釋的啦 是吧 因為銀河飞馬 在裏面當出閘就已經快 那麽騎後呢 就已經是擺到在中間的位置的 那麽儘管呢 他可以在九八米柱的時候呢 是逐漸靠近旅遊拿督那個後提啦 那麽但是呢 他未有在這個時候呢 就趨... 就是... 趨拆那隻這樣的馬 就是比一點點 他啦 那麽因為他認為 坐騎的走勢是夠暢順啦 不用趨拆的啦 是吧 那麽去到六百米柱的時候 轉彎以佔取出... 佔取這個位置啦 那麽他自己不佔取那個位置呢 是因為已經夠暢順的嘛 那麽他講啦 那麽賽事部速呢 在跑到七百米柱的時候 就要減慢喔 那麽搞到我呢 銀羅飛馬呢 就推進到那隻庫六的後提的裡面 那麽他講啦 由於他認為庫六這次呢 是好鬼大贏馬的機會的嘛 那麽他有... 他有見到是這樣呢 這隻坐騎呢 就向外移出呢 就跟隨那隻庫六 那麽但是呢 就逼於銀河飛馬 居於庫六裏面的一個馬位之後 那個位置呢 要這樣做就必須要收慢那隻坐騎 那麽他就再講啦 去到五百米柱的時候呢 只是解一百米都解了那麽多東西 整個秋水蛇春那麽長啦 那麽他見到那隻 想著他有好大贏馬機會的庫六呢 就在首飾轉旗之後 向外移出到他第三碟 那麽當他呢就過了五百米柱開始呢 就移到去旅遊拿督的外面呢 以跟著庫六的時候呢 那麽美妙星很迅速地推進到銀河飛馬 後題的外側競跑 那麽他呢就聽到美妙星的騎師潘頓呢 喂喂喂喂 我要去啊 那麽提醒這隻 提醒他呢 就美妙星的座騎在後面外面競跑 我在你後面的外面啊 梁家俊你聽到嗎 那麽他講啦 他因而呢就不可以將座騎呢 就轉去第二碟 他未能進一步向外移出呢 就跟隨那隻庫六 那麽搞到呢 座騎呢 在轉直路彎的時候呢 就跟著這隻首飾傳旗 唉他又再繼續是這麽講啦 他講啦 美妙星在這個時候 推進到銀河飛馬的外側下 美妙星已經各立了條跑線了嘛 那麽得以有機會跟庫六的上前 那麽他講啦 他在進入直路的時候 嘗試在紅中列馬啦 和首飾傳旗之間去推進 那麽但是紅中列馬 正在推推推推推推 那麽所以呢 他就將座騎移到去該區的裏面呢 就避開那隻旅遊拿督啊 銀河飛馬 飛馬被拿督 那麽他又再講啦 他未能進一步移到去該區的裏面 那麽因為平山新星 那麽巧得那麽巧 就在銀河飛馬裏面緊迫勁跑 那麽 那麽跟著呢 他就因而去到跑到二百米柱的時候呢 就在旅遊拿督之後 是簡直是受困到未能望空啦 有得跟又不跟啦 有位拿又不拿啦 跟著去到二百米柱的時候 再受困而未能望空啦 那麽他當然要再解釋啦 如果不是真是很大單的嘛 那麽他又再推進一百五十米柱的時候呢 開始將座騎移到旅遊拿督的外面 那麽但是旅遊拿督向外邪跑 那麽在該區外側的牛禎大哥受了摧拆 那麽講到這裏 大家有無留意到銀河飛馬啦 富六啦 旅遊拿督啦 那麽很厲害的紅鐘列馬這幾隻 究竟是有什麽關係啊 那麽在旅遊拿督向外邪跑啦 那麽牛禎大哥就受到摧拆啦 他還向外邪移到旅遊拿督的裏面推進 那麽他就講啦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呢 就擺在座騎之前呢 和旅遊拿督裏面的余真余假受摧拆啦 那麽他因而呢 就移到余真余假的外面呢 就繼續跟著旅遊拿督 對啦 飛馬跟拿督 那麽他講啦 由於這個因素呢 所以銀河飛馬在席路上 根本就未能望空啦 因而未能全力思維啦 小組就是告誡梁家俊啦 你去到近五百米柱到起啊 到四百五十米柱的騎法 已經引起了小組的關注 那麽說啊 那麽是很關心的關注 小組認為他是有機會 給這隻座騎呢 在旅遊拿督之後呢 就向外移出的 啊 有什麽關係的啊 你們呢 推進到因為庫六 庫六又有什麽關係的啊 你們呢 向外移出啦 而出現的空位啦 從而阻止美妙聲 推進到銀河飛馬的外側啦 並能夠讓到銀河飛馬有機會 在轉直路灣的時候呢 繼續呢 就跟到那隻大熱門的庫陸上前啦 小組就認為 在五百米到四百五十米柱的時候呢 根本呢 銀河飛馬是有機會呢 在旅遊拿督後面 是向外拿那個位的啊 沒有拿到 即是沒有拿到那個位 就推進到庫六的外面 就移出那個空位 從而呢 就阻止美妙聲 推進到銀河飛馬的外側 即是你應該拿到那個位呢 美妙聲呢 就拿不到那個位的了 即是很禮仰啦 那麼啊 並可以讓這隻銀河飛馬有機會 在直路的時候呢 就跟著那隻庫陸上前的 那麼小組就告解他 拒騎銀河飛馬的方法呢 以幾乎違反一項重要的賽事的規例 因而小組就他在賽事相關階段 對銀河飛馬的騎法 作出嚴厲的譴責 溫馨的提示 而嚴厲的譴責 告解他必須留意 陣上有出現到給你 而你沒有去拿那個機會 而有位置給你佔取有利的位置 而你沒有去佔取這個有利的位置的機會 那麼贏馬那隻呢 就是葉楚行轉偉達的庫六 是不是呀 跑第二那隻就是徐宇石轉去高帕新馬房的旅遊拿督 跑第三那隻呢 就是沒有轉馬房的木火同名啦 跑第四那隻呢 就是首飾轉旗喔 跑第五那隻就是聲製精英 而潘頓喂喂喂喂 那個位置我拿那隻美妙星呢 就跑過第六啦 至於呢 就被人家喂喂喂 那個銀河飛馬呢 是嚴厲譴責的那個銀河飛馬 跑第七 究竟這幾隻馬回來是多少個馬位呀 跑第三四五六七八那隻馬啦 三四五六七八呢 那都是兩個馬位 那如果三四五六的呢 是一個馬位左右 就分勝負的啦 就是一個閃出來的決定呢 那就影響了那些名次啦 那樂飛很厲害的 空津列馬呢 那跑到最後呀 這場不用那麼斷氣啦 那跑到第五場啦 第五場 徐宇石姐很有益起步的時候 向外邪跑 就撞到那隻敬進天嬌啦 那贏了馬的敬進天嬌呢 就向外邪跑呢 就撞到那隻跑第二的平海歡聲啦 那騰龍驅同月跑得在一出來的時候 就在同進和合火精神之間 就受到擠迫啦 那當時合火精神就向裏面邪跑 那繼而同月跑得呢 就互相叮叮叮叮之後 就失去了平衡進一步 就向內邪跑啦 那這件事搞到騰龍驅和月跑得 是雙雙一起去失地啦 有人陪啦 那其後呢 合火精神就收慢喔 在馬群之後撤入找遮擋啦 那去到千一米柱的時候 金康就向內邪跑喔 那撞到那隻陽光戰區啦 那其後陽光戰區和金康呢 就緊迫勁跑啦 那去到一千米柱的時候 轉彎呢 金康就在陽光戰區呢 和同進之間是受到擠迫之際呢 是失去了平衡啊 那霍利時兩隻 一圈一圈一圈這隻金康呢 失去平衡啊 那當時銅進呢 就向內邪跑啦 在這件事裏面呢 金康呢 金康呢 就和銅進呢 是雙雙失去平衡啊 那去到六百米柱轉彎的時候呢 陽光戰區又向外邪跑啊 那撞到那隻金康那裏啦 金康因而呢 又失去平衡啊 那跑到五百米柱的時候呢 越跑得就在陽光戰區之後 處於一個困境啊 那麼轉入直路的時候呢 阿摩那隻美麗有形呢 就向著裡面的 敬進天嬌的後蹄呢 就斜跑 那麼搞到那隻美麗有形的騎司 就要修正那個座騎啦 金康呢 大部分屠程 沒有遮擋之下 走了去愛蝶啊 那麼跑第一那隻呢 就是 沈集成呢 就 休息了半年都有的敬進天嬌 就贏了馬啦 那麼跑第二那隻就平海掌聲啊 那麼又交出水準啊 那麼他徒弟那隻閃耀榮光呢 就回來跑第三啦 那天追來追去 都是只有第四的呢 就是很有益啦 至於阿摩那隻 虧了個盪位的美麗有形 就跑第五啦 講到第六場啦 那麼第六場奮鬥同心 一約出就已經是昂首啊 向外邪跑再挨倒 那隻好 好好好彩彩啊 奇妙星出閘 濕笨絕 那麼 金彩星啦 和那隻辣神呢 起步的時候 又互相觸碰啦 啊 撞 那麼金彩星呢 繼而就向外邪跑到 那麼辣神呢 那麼 就是向外邪跑 那麼辣神啦 以戰養戰啦 翡翠綠呢 因而都要在鐵木兒裡面 是緊迫 勁跑 很緊迫啊 那麼當時啦 鐵木兒將頭 轉去旁邊 又向裡面邪跑 搞到呢 那隻二戰養戰就失了地了 嘩 這隻二戰養戰沒斷 潘頓那些車龍邊呢 不知道帶了多少個車輪 那麼其後不久 在馬群之後 撤入呢 是取得過遮擋 那方仔那一隻鐵木兒呢 就在大外檔出閘 在早段修曼就找遮擋啦 去到九百米柱的時候呢 就在金彩星呢 之後就向內撤入的時候 靠近金彩星的後題呢 是處於一個困境之際 又再昂一昂一昂的手 今天過到七百米柱的時候啦 奮鬥童心在沒有遮擋之下 就走了去外諜啊 菜後何摘搖 有些事就表示啦 他說奮鬥童心呢 沿途動作就不夠暢順啦 又要借G40洗下 直路上呢 就在吹策之下 就要在外閃啦 今天獸醫立即檢查 運動同心啦 但是沒有什麼明顯異常之處啦 要經過獸醫檢驗呢 才可以再次出賽啦 今天被人查詢啦 今天美妙星啦 然後又奇妙星啦 偉達哥哥又天天向上啦 被人查詢這隻奇妙星呢 令人失望的表現的時候 就這樣說的 不知道田泰安失不失望呢 今天田泰安就這樣說的 他說賽前呢 就打算呢 盡可能給美妙星 呃 奇妙星呢 這隻東西呢 就佔取領方馬後面呢 較為前列的位置 即是跟著這隻前面馬 這樣的意思啦 那麼 他說啦 但是奇妙星出雜 只不過是一般嘛 關他什麼事呢 那麼奇口呢 就向著外面的金會星的後提油 要再斜跑啊 那麼跟著就要塞地了嘛 田泰安就說了嘛 那麼其後他呢 一段屠程上面呢 是要吹拆這隻座奇 奇妙星我吹拆你啊 不是吹你 是吹拆你 但是座奇呢 在沒有 但是座奇呢 顯然呢 沒有辦法在不走外諜的情況之下呢 就佔取前列的位置 因而呢 他就在早段呢 就選擇佔取好好採採之後的位置 那麼奇妙星呢 因而呢就放了去賽前部署較為後的位置 即是解釋完一輪 不敢敢敢敢敢敢敢 我擺不到前面 因為是敢敢敢 就放了去後面 我打算是這樣的 不過我做不到這樣說呢 那麼他就再說啦 他說奇妙星中段走勢呢 只不過是一般 那麼轉直路灣的時候呢 移到馬群外面之後 在一段屠程之上呢 就加速啊 那麼接近二百米柱的時候呢 我就去力刷他啦 那麼田泰安又說啊 坐騎呢 就不可以好像上次這樣 沒段是以勁勢的去衝刺啦 那麼表現令人失望的說 買了你那些更失望啦 那麼基於坐騎的出閘情況啦 以及沒段不可以以勁勢的衝刺啦 那麼我又建議喔 國能建議完馬主 田泰安又建議馬主和廉馬斯呢 考慮這隻馬日後呢 是要增情去國族啦 上次跑一千進來了啦 但是呢 今天就建議馬主就跑回千二啦 因為之前那幾次跑千二不行 上次一千就可以啦 今天跑一千又不行 就跑回千二啦 那麼獸醫就立即檢查奇妙星啦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啦 那麼跑第一那隻呢 就是阿摩那隻勒神啦 那這隻勒神呢 勒神呢 那真是這麼巧呢 飛機又撞紫妖的喔 上次是田泰安騎的嘛 那麼 然後跑第二那隻就叫二戰仰戰呢 那麼潘頓那些車輪邊呢 就打了一堆車輪去騎這隻馬的 是在這裡派車輪的 那麼加州神戰呢 州神戰呢 州神戰就輸過領馬位跑過第三啦 那麼另外那隻轉回來 就是走離谷草跑的奮鬥同心呢 那麼就跑過第四喔 那麼至於那隻鐵木兒呢 那麼跑過第五輸兩個領馬位啦 至於呢 都令人失望那隻好甜產呢 今天呢 就跑過第六輸成三個馬位的啦 啊 至於那隻奇妙星呢 那麼偉達哥哥和田泰安哥哥呢 田泰安不騎勒神 勒神贏了啊 那麼這個奇妙星跑過第九輸五個幾馬位的哈 去到第七場啦 那麼這隻童話在起步啊 向外邪跑啊 那麼就撞到綠色用盡啦 那麼綠色用盡呢 跟著呢 就在童話和魯柯之江呢 受擠迫之際是要收慢的哈 那麼那隻又係雄啦 在起步的時候呢 就向外邪跑啊 那麼搞到 阻到那隻好鬥心啦 那麼當時好鬥心呢 就在行雲流水裡面 是緊迫這樣競跑啦 那麼偉達哥哥軍文寬 那隻超跑王在外面出閘 就在早段就收慢 就撤了進去 就找遮擋啦 那麼 童話儘管在早段一段屠情上 已經是受到吹拆啦 但是都未能夠加速的哈 那麼一鋪成名呢 在早段就受吹拆啊 那麼去到千六米柱 在馬群之後 撤入就找遮擋啦 那麼首次去到終點的時候呢 今天童話呢 就在好鬥心的後題的外則 是處於一個困境來的哈 那麼旅遊拿督啦 旅遊首席呢 就在沒有遮擋之下 就走了去外諜喔 那麼直至呢 去到一千米柱啦 在這個階段呢 旅遊首席就收慢呢 以在那隻老窩之光之後 就找遮擋啦 那麼老窩之光 去到一千米柱的時候呢 就被遊席雄帶了去更加外諜呢 就在一個更加外諜 沒有遮擋的位置啦 那麼當時遊席雄呢 就移到去行雲流水的外面喔 那麼跟著老窩之光呢 就在沒有遮擋之下 就走了外諜啦 那麼在300米柱的時候 勇錦淳區呢 就向外斜跑喔 那坐島正在不斷在那裏 退那隻老窩之光啦 那麼兩隻馬雙雙都失去了平衡啦 又有人被人查詢喔 查詢審集成那隻行雲流水呢 失望的表現又是梁家駿喔 梁家駿今天問話馬阿寶啊 那麼梁家駿就表示啦 坐騎好像上次這樣 在沙田贏馬的時候呢 是可以放在領先的位置的 但是呢 真是有但是的 行雲流水啦 在500米柱的時候 受到推進到外面的又係雄的施壓 唉呀 差點是施暴喔 那麼在上次呢 就不同了的情況啦 因為有馬上來施壓嘛 那麼坐騎呢 是能夠上次就是不同的 因為坐騎可以推進上前嘛 那麼再加上沒有又係雄這些馬在外面的外面 這樣去施壓我嘛 那麼他講啦 他過了500米柱的時候呢 是需要吹拆這隻行雲流水呢 去保持那個在又係雄的裏面呢 那麼坐騎呢 起初呢 是加速是OK的 是甚佳的 但是沒端的時候 只可以保持到速度啦 那麼獸醫立即檢查行雲流水啦 就沒有明顯異常之處啦 那麼這隻又係雄曾經呢 雙過來啦 小優復出呢 那麼就贏回馬啦 那麼就贏了整個幾馬位的喔 那麼至於今天蝕了的檔位 一鋪成名 拿不到五年 即是五折一跪啦 那麼 那麼輸過呢 馬位跑過第二啦 那麼我就是同話呢 就早中段呢 就是沒有什麼速度 那麼追回來的第三 又係同一鋪成名差不多 輸過呢 馬位啦 那麼至於那隻余風行 國能哥哥呢 就 搏殺跑過第四四十倍 那麼都是輸過幾馬位的 23456這些呢 都是在一個馬位裡面分勝負的 那麼跑第五那隻就是綠色用盡 初次拉程還有些意外 那麼偉達那隻十三少呢 就蝕了個十一檔 他追回第六的軍民歡 至於好鬥心呢 都是輸兩個馬位的而已 就跑過第七啦 去到第八場 第八場 認真精彩啦 那麼 天鹿在起步的時候 就向外邪跑 就撞到那隻諾滿家啦 那麼 樊哥兒啦 梁先生啦 海船黎呢 在外棟出閘呢 就要在馬群撤後去找定位 那麼非凡品味 是沿途沒有遮擋之下 是走外諜都贏馬的 那麼 那麼被人查一下 搬頓了 是的 一天你不被人查一下 就怎麼安樂的啦 潘頓就表示啦 他說當家喉王呢 在鑽直路灣的時候呢 就在實力飛區後面 以及非凡品味的裏面 那麼當時呢 非凡品味呢 以領先坐騎的一個馬頸位啦 潘頓就再說啦 他說 由於非凡品味呢 在鑽直路灣的時候 走勢唱順啦 是啊 隔壁那隻馬走勢唱順 都關我事的 那麼 所以坐騎呢 未能夠呢 就將那隻馬呢 就 將那隻馬呢 即是將那隻馬帶去外面跑啊 即是那個位其實可以割出來的 那麼 見到非凡品味呢 是走勢唱順啦 所以呢 他唱順呢 我就不可以呢 就將那隻馬 硬 非凡品味出去 這樣的意思啦 若然非凡品味呢 潘頓覺得他不唱順呢 就可以硬他出去啦 對啦 他唱順就不硬啦 即是如果拿了那個位呢 他就可以將那隻非凡品味呢 帶去外跑的 那為什麼他不帶呢 就是說 非凡品味 走勢唱順 對啦 他唱順 我自己那隻唱不唱順呢 就沒有說 他呢 在轉入直路的時候呢 就不久啊 將這隻這樣 這樣的當家猴王呢 就移到去實力非凱的裏面 啊 即不是外面 而去裏面 那麼當時啦 潘頓就認為呢 坐騎的位置呢 是比 正陽清風呢 更加前的 他有很大機會呢 可以將坐騎呢 就帶 帶向裏面 多個呢 就將非凡品味 帶去外面 即是我呢 就 將寧願 阻礙那隻 正陽清風呢 都不想頂到 那隻走勢唱順的 非凡品味 那麼 他是這樣說的 很有機會 將坐騎帶去裏面 因為他快過那隻正陽清風 那麼就拿那個位 但是非凡品味那個位 他又不拿 因為他走勢唱順 那麼應該就帶去 即是拿到正陽清風的位的機會呢 是多過拿到非凡品味那個位呢 就帶去非凡品味外面的 那麼 在那隻馬同實力非區之間 就推進了 即是在那個正陽清風呢 那麼他就說 當他準備就緒呢 就在實力非區裏面 推進去的時候 高Q大棍就推進去 那麼該區呢 就向內斜跑 剛剛那麼巧 又向內斜跑 那麼搞到當家喉王呢 去到250米尺的時候呢 就跟正陽清風呢 就互相觸碰 是呀是選你來觸碰 非凡品味不碰 那麼當時啦 正陽清風呢 保持在坐騎的裏面 那麼 並且緊靠好好利高的後題呢 的外面 那麼他就再說啦 他說 若然他持續嘗試 在實力非區裏面推進 即是若然我再推進進去呢 那麼正陽清風的話 會被迫呢 就環月 好好利高的後題 是呀是 潘頓真是會 顧全大局啦 是吧 而正陽清風 所以呢 他就未能繼續在實力非區的裏面去推進 所以呀 搞到當家喉王呢 就要立備那隻馬甲後題 那麼潘頓呢 趕快做多兩票啦 他又說 由於實力非區呢 在過了三百位置之後呢 他在催拆之下 又去裏面 跑斜跑 那麼 那隻馬呢 就和非凡品味之間呢 是出現了個空位 但是他已經準備就水 嘗試佔取實力非區裏面的位置 即是我是要插去實力非區裏面的啦 那麼 他呢 就 在這個階段呢 那麼 那隻當家喉王呢 和非凡品味之間 不是 在那隻實力非區和非凡品味之間呢 是再沒有的空位 我立心錄那個位的啦 那麼 但是現在那個位沒有了 那麼 那麼他講啦 由於當家喉王呢 未能推進到實力非區的裏面 那麼 因而呢 嚴重受困到未能忘空 那麼 那麼直至跑到二百米柱 那麼小組呢 就好是考慮過潘頓的證供啦 以及看過賽事的影片啦 好重複這樣要提醒大家 小組是有看過那條片的 哈 他是這樣寫的 我有看過的 然後呢 就接納了他的證供 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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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本來是幾多步啊 現在再進一步又是幾多步啊 但是他說我不再進一步啦 那麼 贏了馬回來的呢 那一隻呢 就是 這一隻 就是這樣的非凡品味啦 那麼有位不拿 那麼就給個非凡品味 就贏了啦 那麼跑第二那隻呢 就是史卓鋒的連連王 河澤鋒跑第一 史卓鋒跑第二 那麼跑第三那隻 就是田泰安的天鹿啦 那麼就跑第三啦 至於呢 就方仔那隻也跑第四啊 那麼就梵哥兒啊 那麼那隻當家猴王呢 就輸兩個 靈馬位呢 是跑過第七回來啊 好啦 那麼今天的賽後報告 重點就講到這裡啦 水蛇春那麼長的 嘿!接納沒問題 嘿!